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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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在他的记忆中 上大学之前却从没有吃过一条新鲜的鱼 上世纪七十年代 中国鱼业处于发展初期 捕捞能力和养殖能力都相对低下 同时全国实行统购统销政策 吃鱼都要平票购买 在素以物产丰富著称的珠三角地区 广州人每月也只有五角钱鱼票 不止广东 解决吃鱼问题的人民日报社论 发出了保障水产品供给 解决吃鱼问题的信号 为此 广州市决定率先开放水产市场 搞活价格 时任广州市水产局副局长的陈景霞 亲历了这场改革试验 这个市场是中国第一批 可以自由贸易 自由溢价的核心货债 以搞活流通促进生产 一时间 鱼饭摩托车穿梭于广州市区 市场上糖鱼品种发展到七十多种 全市国营水产商店增加到六十多个 有六百多户经营水产品的个体户 1985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放宽政策 加速发展水产业的指示 这是三十多年来 党中央国务院第一次单独为水产业发出的联合指示 文件明确指出 中国渔业发展实行以养殖为主 养殖捕捞加工并举 因地制宜各有侧重的方针 明确了养殖业承包大户的合法性 放开了养殖政策 允许个体经营销售 渔民可以就地生产 就地销售 这一指导方针的实施 让中国渔民迎来了机遇 就此 渔业生产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热潮 而杨慧君在热潮中抓住了机遇 每天天蒙蒙亮 杨慧君的基地都会上演一幕 十万大鱼齐跳跃的热闹景象 杨慧君的草鱼承载着深圳 东莞 佛山 中山等 十多个城市的草鱼供应 是华南地区最大的草鱼养殖基地之一 取得这个成绩 杨慧君付出了十三年时间 而在一千三百公里外的浙江台州 一个叫渔纯的人 用了二十三年时间去征服大海 今天晚上 渔纯要带着工人捕鱼 此时渔场的水面一片漆黑 只有几束昏暗的光晃来晃去 看上去十分神秘 晚上在海上作业有一定的危险性 灯应该越亮越好 但鱼唇却说 这种鱼最关键的 是必须在黑暗中捕捞 灯稍微再暗一点 尽量暗一点 那边灯不用太亮 不要太亮 除了不能见强光 这些鱼被捞起来的瞬间 就立即放进冰桶里闷着 这还不算 鱼进了仓库 还要再用一层厚厚的棉被盖上 这些举动都是为了 它把鱼捂得更严实不见光 几分钟之后 鱼唇告诉记者 现在就是见证财富奇迹的时刻 这条金灿灿的鱼 就是鱼唇养的大黄鱼 而在黑暗之中之所以能变黄 原因就在于 大黄鱼身上一种特殊的物质 它这个大黄鱼的体表 它有一层黏液 黏液啊 你看啊 你看 它有黏液 你看 它那个黏液呢 是由可变色的色素细胞组成的 那它在黑暗的环境下 它就会变黄 金灿灿的就薄金的黄 这才是我们想要的 大黄鱼颜色越黄越直浅 鱼唇每年靠着大黄鱼 年宵上亿元 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大黄鱼养殖户 大黄鱼是我国四大海水经济鱼类之一 肉质细腻 在江浙地区还形成了独特的大黄鱼饮食文化 当地甚至有无黄鱼不成席的传统 曾经大黄鱼主要依赖捕捞 最多的一年 全国捕捞量达到了二十万吨 然而从一九八三年开始 野生大黄鱼数量急剧下降 到一九八四年 全国存量只有两千多吨 吃大黄鱼成了件难事 压缩捕捞 加快大黄鱼养殖 势在必行 一九九三年 我国突破了大黄鱼人工养殖关键技术 福建 广东 浙江等地 开始了大黄鱼从捕到养的转变 促进大黄鱼养殖产业的形成 一九九八年 原本在杭州从事外贸生意的愚蠢 来到台州 决定挑战当时 没人敢尝试的深海养殖 政府部门当时给我们颁发了第一本 就是我们的养殖许可诊和海域使用诊 第一个吗 对 我们在交江区 我们是到现在为止 其实我们还是001号 和当时养大黄鱼的人不同 别人都在近海的小港湾里养 愚蠢却偏偏往风浪里钻 这里就是愚蠢选中的地方 大臣岛 也被叫做巨浪岛 1997年 超强台风掀起的海浪高达36米 相当于12层楼高 看那个折背就知道 它下面都是就常年的浪打了 你像这个位置就看得到 这个折背没有 它其实就被浪打冲死掉了 那个挺明显的 很明显 对 它那个底间到了山的一半 对啊对啊 这个是常态化的 常态化的 那如果只打一次 它没关系 它还能盖住 但是你常态化的话 它就下面就 植物生长不起来了 鱼唇之所以坚定 要在大臣岛养殖大黄鱼 因为这里处于深海 是台湾暖流 浙江沿岸流 大陆静流 三大水系交汇区 自然饵料丰富 水质肥沃 养出来的大黄鱼 也更接近野生状态 然而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 摆在它眼前 大黄鱼的养殖周期是两年 可要想在大臣海域 养两年大黄鱼 就可能面临灭顶之灾 因为大黄鱼吧 它的那个最低的水温 临界点是八度 你低于八度 持续时间 如果说有一周以上的话 这个鱼 它就基本上就受不了了 不能过冬 鱼唇和其他养殖户 只能从福建买半大鱼回来养 并且敢在年底前卖掉 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上 都始终受制于人 对于鱼唇来说 规模化养殖大黄鱼的道路 困难重重 几乎就在同时 广州市的杨慧君 也在探索着如何打破 草鱼规模化养殖的瓶颈 进入二十一世纪 吃鱼难已经成为历史 可我国草鱼的散户养殖 依旧存在着单产低 规模小 销售受限的弊病 很多都是小农经济 就家家户户有口鱼汤 这个是小规模的 是不能够满足市场发展的需求 所以我觉得像现代这个 仰值这个淡水娱乐的仰值 就是要走规模化的道路 你的鱼数量不够 每天达不到那种量给我们 我们也没有保持 就是说量给客户 保证不了客户的货源的话 你就不好做生意嘛 一天有 一天没有 对不对 而杨慧君要用规模化养殖 来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要实现大规模草鱼养殖 首先是要建设集中成片的 高标准池塘 2010年他花一千多万元 租了一片两千多亩莲藕塘 光改造费就花了两千多万元 可没想到的是 连续四五批养出来的草鱼 都出现大小不一的情况 母产只有一千来斤 还不足杨慧君预计的一半 我们一亩鱼团可能放了一千 一千三百尾 那我们养成的时候 我们补牢才补牢这个六百尾 那可能就我们补牢还不到百分之五十 养一年鱼不但没有赚钱 还赔了一百多万 第一次挑战规模化养殖 杨慧君以失败告终 为了找出原因 他每天去鱼塘转悠 转悠几天下来 终于让他发现了症结所在 当时给草鱼喂饲料 主要依赖人工操作 工人喂料的时间和数量都不统一 难以形成标准化 同时鱼塘面积太大 老是投料机也不能让所有鱼都吃到足够的饲料 这都是当时想把鱼养多养好需要面对的痛点 如果不解决规模化养殖的难点 对于杨慧君来说 企业可能会走向失控 而对鱼淳来说 也直接关乎着大黄鱼的存亡 这里是大臣岛养殖基地 鱼淳最常待的一个地方 每天得看 你才会懂它 你懂它以后 你才能把它养好 大黄鱼的跃动问题 成了鱼淳的心结 直到一天 在这个地方它找到了灵感 就是我们来模仿大黄鱼的 它回游的自然习性 在冬天的时候 它这些鱼群 它就往南方走 一直走到了福建的海域 那么在夏天高温季的时候 它那个鱼群就是往北走 就是往温度低的地方走 鱼淳想要依据大黄鱼回游的特点 在福建建设基地 形成接力养殖 它投入全部积蓄 在福建建起了三百口网香 可当第一个月冬季到来 鱼淳把十万莱金鱼 运往福建时 损失让它几乎无法承受 转运过程中 一些鱼很容易出现 应激擦伤问题 很难再存活了 你看啊 像这条鱼 像这条鱼它就缺氧了 就这边不能存活 严重的时候 一批鱼能死伤四五千条 转运一次就损失三四十万元 如果说我要把这个产业规模做大的话 我必须得解决一个月冬的问题 其实养鱼是一个苦难的过程 真的是一个苦难的过程 但是等到你这个苦难到了一定的地步的话 它就水苦尽甘来了 水到去尘 同样希望等到苦尽甘来的还有杨惠君 这种放在池塘边的是传统的投料机 而这个浮在池塘中间的是杨惠君开发的投料机 通过这根管道把饲料输送到池塘中间进行投位 投料机的转速达到每分钟两千八百转 能把饲料投出去四十多米远 而这个看起来不欺眼的设备 却花了杨惠君四年时间 2013年杨惠君决定通过自动投位 来减少养殖中的人为因素 从而提高草鱼存活率并达到规格统一 而当时市场上根本没有这种自动投料设备 水产在池塘养殖来说 这以前没有这样的一种投料的方式 这我们既然要搞规模化养殖要去探索 那就一定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如果是再通过科技改造提升的话 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整个水产业的发展来说 是有很大的意义的 杨惠君顶着重重压力 一切从零摸索 通过无数次试验 到2016年杨惠君终于研发成功 这样一个自动投料装置 一贯可以装三吨饲料 通过管道定时定量投喂 摄石面积达到2000多平方米 保证鱼塘里的每一条鱼都能吃到饲料 除了硬件上的创新创造 杨惠君还开发了一套系统 将投料机增养机和荣养控制连在一起标准化管理 双管齐下 这次养出来的草鱼 亩产提高到了4000多斤 是传统池塘养殖的四五倍 一年就可以有800万斤的草鱼上市 随着国家对机械化自动化的大力推进 购买农机也有补贴 一系列汇农政策的实施 让杨惠君大跨步前进 在杨惠君的渔场 机械化的作业 装料 投喂 日常管理 全系统管控 一个员工最多可以管四五百亩水面 生产力提高 就有能力经营更多的池塘 2017年 杨惠君把鱼塘规模从2000多亩 扩大到6800亩 开辟了华南地区最大的草鱼养殖基地之一 产量质量 齐头并进 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 养鱼有养这么多的 看那个鱼塘这么大 我太恐怖了 没见过 我这车可以装到2万12左右 然后再一个鱼塘 基本上都可以装满 都够我装一个 不用东跑西跑的 这是我们这个 到目前我觉得 我们能够做到这样 那应该是比较高水平的 这个单纯养殖的这个模式 从这个企业发展的趋势来讲 是这种大企业 大规模机油化的样子 科学化的样子 应该是占主导地位 去主导作用 而此时 鱼淳也在大黄鱼规模化养殖上 找到了出路 像这个鱼吧 就是我们去年11月份的时候 是从再将北面的基地 拉到这里 然后来继续进行养殖 那现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准备回去了 今天鱼淳一共要运送 10万斤大黄鱼回到大臣岛 接力养殖中最大的问题 就是转运过程中造成的损耗 以前损耗最高能达到10% 现在鱼淳却有办法降低到了 仅仅0.2% 小车 跟他们说不要拉得太满 太满了 员工们正在紧锣密鼓地 把鱼装进一个大网兜里 为了减少装鱼过程的摩擦和挤压 鱼淳要求每次装大黄鱼的数量 不能超过900斤 这还不够 装好的大黄鱼要以最快的速度 放进活水船里 而活水船中也暗藏玄机 整个船被分为了10个舱 每个舱深度达到5米深 装鱼的数量必须控制在1万斤左右 给大黄鱼充足的活动空间和水体 我们在操作过程当中 就是要小心平稳 就在整个装掉过程 这里距离霞浦县200海里 经过一天的航行 活水船终于抵达大臣岛 大黄鱼通过这样一个特殊的通道 直接滑进网乡 而这也是鱼淳为了减少鱼的应激反应准备的 现在10万斤鱼 只需要一个多小时就可以全部进入网乡 这个鱼运到这里以后 我们怎么来判别它这个鱼运输有没有成功呢 就是说这个鱼我们一卸下去以后 你看这个鱼它就滋溜一下 就都钻到那个网底去了 它没在上面 那说明这个鱼尽管有轻微的应激反应 但是这个鱼还是比较灵活的 那所以它不会造成损伤 那接下来的养殖就可以顺利地进行了 接力养殖 鱼淳解决了大黄鱼的过冬问题 产量实现了由10万级向百万级的跨越 打开了大黄鱼深海养殖的新局面 现在除了大陈岛的基地 鱼淳还在福建广东等地 建了育苗养殖等一共7个大黄鱼基地 形成南北互动 推动了浙江省大黄鱼产业的蓬勃发展 这样就可以相互结合 这样就是两边优势都利用 这样我觉得这个路子非常好 是以后我们浙江省发展 大规模发展我们大黄鱼养殖 有不错的途径 2019年全国大黄鱼养殖产量 达到22.55万吨 是目前养殖产量最高的海水鱼 一代代渔业人的不懈努力 让大黄鱼从产量危机 实现了年年有余 那现在其实我们在想象的 千万级别从此 我希望每个人能够尝到我养的鱼 我儿子人家问你爸爸干嘛呢 我爸爸就是养鱼的 然后我又会跟人家说我是养鱼的 而且我会很自豪地跟人家说我是养鱼的 我们现在基本上每天只要你想吃鱼 我们都有鱼吃 这是我们这个几代这个水产人 那我们在这个完全的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 不断发展壮大 练就了一个应该说是一个很强的一个本力 所以作为水产人来说 从来都不言放弃 从来都是去努力 然后坚持坚持再坚持 然后不断地创行 其实在这一点上 我是觉得我们应该是自豪的 今天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 养殖量远远大于捕捞量的国家 而像杨慧君和渔纯这样的新农人 探索出一条规模化 现代化养殖的道路 让产量和质量齐头并进 从吃鱼男到年年有余 他们在我国渔业现代化发展道路上 留下了坚实的印记 修理、 visão学家 都留下了坚实的印记 把它上传了坚实的印记 承诺责时间